我们今天来做烤棉花糠 我们先把棉花糠摆在烤盆上 这么多呀 这样慢慢把棉花糠放进烤箱里 用130度烤10分钟 哈哈棉花糠变大了 现在趁热放上我爱吃个草莓和小饼干 现在烤盆不炕了 我也可以来试一试 好好玩啊 现在还没说完哦 还要马上继续放进烤箱里 再烤20分钟 呀!我巧克力饼干化掉了 我今天终于知道了 原来棉花糠烤完之后 是酥酥脆脆的 好像吃汪汪雪饼啊 提醒一下你们哦 妈妈说棉花糠要美无坑的 不然就太甜了 你们学会了吗 原来棉花糠烤 你准备吃啊 你以为是脱细炒灭 很好吃吧